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其實想跟大家分享 最近有些網友告訴我 在英國也有很多騙案發生 我們今次想說幾個個案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我希望提醒香港人 其實來到英國之後 也不能太放鬆戒心 也要留意在英國也會有一些騙徒 正所謂壞人到處都有 我們自己一定要提高警覺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其中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其實我自己經常都會遇到 你來到英國 尤其是剛剛在香港過來的朋友 經常都會有很多人有些郵件 包裹 或者上網訂了一些東西 就會送來家裡 這個網友就是在星期六的一個早上 收到一個SMS 就是說送遞了一個郵件 不過你就不在家裡 所以這個郵件就未能夠送達了 希望你可以卡入一條連結那裡 更改送遞時間 或者給一個新的送遞時間 因為網友剛剛來到英國 他可能真的有上網買東西 又或者怕家裡人有些東西寄來 他就不如有詐 就卡入了那條連結 那條連結其實握的錢不是很多 可能跟你說收你一磅左右 就叫你設定新的時間 就會裝載油低 由於銀碼不是很大 所以網友就會覺得也不是很多錢 可能我真的有郵件 就會卡入那條連結 就看到過幾了 可能說收一磅 那他便便填一些資料 就給了一個銀行的號碼 還有資料或者名字 或者Expiry date 就是給了過幾 大家可能會覺得 其實過幾也不是很多 但其實這個只是開始 你入完那些資料之後 其實他隔了兩天左右 收到一個訊息是星期六 那他到星期一 就收到有那個銀行電話號碼 銀行就打電話來 其實那個網友已經很醒目 因為他告訴我 他進入那個銀行資料 就不是一些傳統的銀行 即是說你大部分的錢 放在那個銀行 就在英國你未必會經常用 因為我之前都分享過 可以大家去申請一些叫虛擬銀行 其實英國有好幾間虛擬銀行 就沒有實體的銀行 你可能是拿一張好像Cash Card 那樣你就撥可能每個月 可能撥一千幾百磅過去 就用來做一些日常的開支 就用那張卡 有個好處就是說 你不見了那張卡 你都可能不見的數目是有限數 然後你的大數就放在一些實體銀行那裡 那裡 例如放在匯豐 City Bank Loyce Barclays 那個網友 其實他之前卡進去的連結 輸入那個銀行資料 他已經是輸入虛擬銀行的資料 就不是實體銀行的帳戶資料 但他那天星期一就收到電話 就是虛擬銀行 就打給他 就說 你什麼小姐 你的電話 你的銀行就是被人動用了 銀行的帳戶是什麼什麼 因為之前 其實他已經在上一條連結那裡 進入了一些資料 所以對方就是有你的銀行資料 那他就說 你這張卡就被盜用了 那不如 我和你cancel了它吧 很正常的 如果我們收到銀行打電話 說你的銀行卡被盜用了 他說和你cancel 二話不說 你當然是反應說好 你馬上幫我cancel 當時的網友也是同意了 對方就非常好心 就說 我幫你cancel了那張卡 現在馬上幫你開一個新的帳戶 就在電話上問他 拿回其他國人資料 跟他開一個新的戶口 之後很快就告訴他 新的帳戶已經開好了 不過由於你要activate那個帳戶 所以就叫他在舊戶口那裡 轉錢過去了 他就說 因為通常你有一個虛擬銀行的話 你的虛擬銀行 都會已經是和你的實體銀行 set up 了一個link 就可以轉錢的 你可能之前已經轉了一定的次數 所以當你每一次在這個實體銀行 轉去虛擬銀行的時候 他都不會再查詢你的了 他就不如有詐 就轉了一筆比較大的數目 就是由實體銀行 去了他原先自己的虛擬銀行的帳戶 騙徒在這個時候就說 不過剛剛跟你cancel了舊有的帳戶 不如你用手上的app 將你舊有的帳戶的錢 轉來我剛剛幫你開那個帳戶 網友都覺得是很正常的 聽了騙徒說 就把那個比較大的數目 一次過在自己原先的虛擬銀行的帳戶 就轉了去新開的帳戶 大家都知道結果是怎樣 當他一轉了錢去這個新開的帳戶 其實這個新開的帳戶 很快便便會把那些錢轉走了 因為就算他用你的名字和你開都好 其實可能那些帳戶 密碼、密碼、apps都在騙徒手上 他很快便可以幫你把那些錢 可能分一百次轉去不同的戶口 然後就已經去櫃圓機提取了錢出來 很不幸這件事的網友大概不見了六十多萬港幣 事情去到這裏就只有報警、求助和和銀行那邊說 這個銀行就是告訴他會幫他追蹤一些錢 但是最後的結果就是要等待 其實聽到之後我自己也有點不開心 因為我們香港人來到 暫時未有工作 一下子損失了這麼大量的金錢 其實都很心痛、很肉痛 我都等他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徵詢了他的意見 他都覺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這個這麼實際的個案 大家可以留意 聽了之後每一次都會遇到類似的行片 都要想一想 其實我自己也曾經收過類似的電話 有一次就是我的電費很貴 可能我都跟大家分享過 有一次收了六百多磅的電費 當時我到處找電力公司去轉電力公司 上網就按了很多Compare的網站去找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可以轉到電力公司 之後都有人打電話來說可以幫我轉 然後就問我拿些銀行資料 當時我都好像是鬼上身 或者真的太心急的情形下 都會想說那些銀行資料給他聽 那個時刻剛剛好幸運 我先生坐在我旁邊就跟我說 咦會不會是行騙 問你拿銀行資料 那一刻就立即醒一醒 立即提醒自己 這些個人資料都是不可以跟對方說的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我們如果收到一些電話 不明耐力的電話或者是電話的時候 你可以跟身邊的人談一談 因為旁觀者清其實都很適合的 你可能問一問人 或者身邊的人提醒你 其實就已經可以避免受騙了 另外還有一些預防的方法 這個就是我希望可以提提大家的 如果收到一些電話 SMS 短訊 叫你有些連結要結束 就盡量不要點擊 因為很多時候你可能一按進去 其實它可能已經是透過了 你按進去那條連結 就已經可以進去你的電話 電腦拿到你的個人相關資料 然後就是永遠都不要 在電話上透露太多的個人資料 例如有人問你全名 Day of Birth 即是出生日期 地址 NI number 電話號碼 Email 銀行資料 這一種種 其實如果它問到你很詳細 你就要警覺 例如我曾經試過 GP打來問我相關資料 因為警覺性高了 我就會跟它說 我稍後打過來給你 我現在不方便說電話 然後你就查回電話號碼 打回GP 然後找回那個人 就會比較安全一些 如果收到一些電話號碼 來歷不明的 其實我也試過 很多打電話來問你的資料 你可能收到線後 它有一個來電 你在那個來電 抄下個號碼 然後在Google搜尋 其實很多行遍的電話 很多朋友 網民都已經放上去 投訴了或者是記錄了 你可能一搜尋 已經說這是一個可言電話號碼 你的人就會警覺性比較高 如果收到銀行電話號碼 打電話來要求你的資料 或者說你不見了信用卡 或者你的銀行戶口盜用了 當下問你拿資料 我覺得你可以立即收線 打回去給銀行 去自己查核 就不要太輕易相信人 希望大家都不會那麼容易受騙 如果大家真的不幸運的話 你可以盡快求助 可以報警 找你的Council 找回銀行 去看看他們幫不幫到手 如果你真的有問題的話 我亦都歡迎你可以Email給我 或者透過Facebook 遠親不如近輪 直接資訊我 希望你都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了 Bye Bye 小朋友 我會想到我的 我會想到你 你應該會想到這次 你還是要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你還是要想到你 要我又會想到你 你還是要想到你